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粉紅色小指紙 今天呢要來開箱 真的好久沒有來開箱文具了 其實我已經買好然後放在我房間的角落 只是我都一直沒有錄開箱影片 因為有太多影片我想要錄囉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就是3月的文具開箱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次開箱的文具呢會有紙膠帶 貼紙 便條紙跟文具的收納條 然後還有一些素材紙的東西 我們先從便條紙的部分開始 首先第一款便條紙呢 有點像是DAKA最終式的便條紙 就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根據你做到的情況來打工 這款DAKA便條紙呢 它上面是有月份的 你就可以圈選出這個是幾月的目標 然後它一排有7個圈圈 其實就是一個禮拜七天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根據說我禮拜有做到什麼 禮拜有做到什麼來追蹤自己的情況 那它是可佔黏便條紙的材質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黏在你的手帳上 或是你的東西上面甚至是牆上 隨時追蹤你的目標達成狀況 我自己呢則是把它用來追蹤我的運動計畫 因為我最近跟朋友開始就是熱衷於練腹肌啊 還有有氧運動 所以我就把這個便條紙拿來追蹤我的運動情況 上面的部分呢我選出1月 因為我就是從1月開始執行的 所以我就選了1月 接著呢我不是根據星期一到星期五來打勾的 我是根據說我有做到一次我就打一個勾 打勾的時候其實也是給自己一種獎勵的感覺 接著還是便條紙的部分 我買了這種代辦式清單的便條紙 上面的部分呢你就可以寫說這是什麼的清單 比如說購物清單啊 或是讀書清單啊 那下面的部分你就可以寫上你的項目 在完成之後呢你就可以打勾或是打差 打差就是沒做到 再來第二款便條紙呢是這個Memmo系列的 它上面只有一個簡單的日期標誌 你就可以在這寫上日期 但我自己是可能還會把它拿來寫一個重點標題的感覺 裡面的內容呢你就可以根據格線自己來好好發揮了 這兩款便條紙呢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差別就只是在於格線 其他的應用啊或是什麼我覺得都差不多 雖然說我自己是沒有這麼小的活葉本 但我覺得這個洞也是可以拿來定在大的活葉本上面 就是角落啊這樣子 那這款呢就不是可在年便條紙 它就是這樣一張一張 就像是活葉的補充包 因為是活葉紙的補充 所以它正反兩面都會是有圖案的 這就是我要拿來當成我的清單的便條紙 上面我就會列好說 今天的日期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 列好之後呢我就可以把它貼在我的手帳上面 而且它在當成牆壁上的裝飾我覺得也很好看耶 那還是便條紙的部分 這兩本便條紙呢是我在大創買到 我覺得它的圖案真的都超級好看的 這款便條紙很有趣 它是理容院 然後上面就是一隻綿羊被剃毛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那它一本便條紙裡面呢有兩款圖案 上面的部分都是羊的 下面的部分呢則是褲子破洞的熊哥 它正面呢都是圖案的 那背面的部分呢都是空白的便條紙 貓咪系列的呢也是一樣 上面的部分呢就是貓咪咖啡廳 那下面的部分呢則是雞蛋糕 這個也超可愛的你看 羊骨子雞蛋糕天啊 我覺得這個拿來當成拼貼的素材 或是當成小紙條 然後寫完夾在信封裡面都很可愛 像有一些聖誕節禮物啊或是生日禮物 用這樣子的小紙條塞在禮物裡面 也會讓收到的人會心一笑吧 為了稍微幫大家做了一個運用的示範 看一下完便條紙之後呢 我想要再開一個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詭異的東西 就是折星星的紙 我那時候路過出去的時候就覺得折星星的紙 其實圖案也還蠻好看的 然後就想到說其實可以把它拿來當成是沒有黏性的紙膠帶裝飾 或者是一些素材質的裝飾 它跟紙膠帶差別可能就是沒有膠而已啊 但它其實圖案很好看 所以我就發現說這也許也是一個蠻好的素材 首先第一條是這條淺藍色然後搭配白色的鳥 我覺得這個配色真的超級好看的 所以我就覺得就算它沒有背膠 我也願意說自己拿雙面膠來黏 因為它真的很好看 一條星星條其實是有兩個圖案 它背面就是一樣是淺淺的綠色 然後搭配不同的鳥啊跟花 這一款我真的都覺得超級好看的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折過星星 就會拚命拚命的折啊 然後折完也不知道要幹嘛 就只是好像折的過程還蠻療癒的這樣 第二款是白底搭配各種的圓點點 我覺得這款雖然說很簡單 但搭配起來反而很好看 這樣子一淺一深的搭配還蠻好的 就可以分別運用在深色跟淺色的紙上 星星紙的運用呢 我覺得其實可能跟紙膠帶差不多 就當成是一種長條狀的素材質來使用 像這樣子把星星紙拿來當紙膠帶 拼貼在明星片上 是不是真的超好看的 你看因為它這個圖案真的太好看了 接著我們來看貼紙的部分 那最後再來看紙膠帶的部分 深色的紙膠帶我也買了好多款 我自己好喜歡的 首先貼紙的部分呢 就是 我又再回購了這一款貼紙 這款貼紙呢之前就有介紹過 那我在相片本則拼貼了 也有使用它來拼貼 拼貼完之後我就覺得天哪 這款真的太好用 所以我又不會 接著呢是這款動物的貼紙 接著這款動物的貼紙呢 其實我覺得我有一點買錯了 就是我本來以為它是會有這些色塊的 但後來我剛剛打開發現 這個貼紙竟然只有黑色的線條 天哪 這樣子有底色就好看很多啊 那沒有底色的時候就很普通啊 我發現說這款貼紙呢 它美的地方就在於它後面這個背板 很好看耶 你看這個背板 但貼紙的部分呢 就是單純的黑色線條 這款貼紙就先算了 放旁邊 再來是小貼紙的部分 這種貼紙的材質就是一般的紙 會濕掉的那種 然後薄薄的 那我有一陣子非常喜歡盒子的材質 但最近呢 我又覺得我很喜歡這種白底的貼紙 就貼上去會有一種白邊的感覺 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這款貼紙呢 它的圖案很銅趣 就是非常插畫風 另一款貼紙也是一樣的風格 但我覺得這一款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太多那些文字的部分 我自己是不太喜歡文字的 但撇除文字的部分的話 它的圖案也蠻好看的 像這種紫質的貼紙 像這張就是一個長方形嘛 其實你可以就是自己用剪刀 把圖案剪下來就好 不一定要按照它的軋線來用 但是白邊的部分也不一定不好 像這樣子有白邊的貼紙啊 拿來當成信封的封口 或是禮物包裝的封口 用會非常的好看 所以大家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呢 來改造貼紙 接著是這兩款的貼紙 我最近買的貼紙 都買這種銅趣的貼紙 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變得很幼稚 覺得這種貼紙好像蠻好看的 我們先來看綠色的這一款 這種貼紙呢 它都非常的銅趣 我最近瘋狂迷上這種紙紙材質的貼紙 紅色這一款呢 就是食物的系列的 它實際的大小其實還蠻大張的 這樣子大張的貼紙啊 然後來裝飾明信片 或是手杖的素材 會非常好 因為它的體積夠大 所以不會說貼很多 還看不出來一個主題性 我最近真的好喜歡這種 有點微銅趣的貼紙喔 就好好看喔 看真的很好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紙紙的貼紙 其實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非常討厭這種貼紙的 所以我瘋狂就是找說 我就是要盒子的貼紙 然後到處去尋找 但最近呢 我又愛上這種紙紙的貼紙 只能說人真的很善變 就是一陣子一陣子 喜歡的東西會不一樣 接著是這個 既然都已經付了運費 然後就一起買來的 小小收納袋 它的大小很小 你看我的手掌 才跟我的手掌一樣大而已 然後我的手掌很大 它非常適合拿來收納你的貼紙們 或是素材質 比如說要出去旅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貼紙們 收納在這樣子的 收納夾裡面 然後夾在你的本子裡出發 或是平時啊 比如說貼紙 常常都會濕一個洞 濕一個洞 那你就可以把他們用過的貼紙 這樣子收納在一包裡面 像比如你就可以分類啊 像這種沒有用過的貼紙 就自己分開來放 那用過的貼紙 你就可以把他們都收納在這裡面 我非常喜歡這種繞來繞去的設計 超級好看 現在我們來進入紙膠帶的部分 這次呢我買了四卷的紙膠帶 那我們就先從小的來開箱好了 首先是這一款格紋的圓點點 我之前有買過非常多的圓點點嘛 那現在開始進入到有形狀 或是有圖案的圓點點了 這一款圓點點呢 它都是格紋的設計 它有很多不同線條粗細啊 跟顏色的格紋 就是有很多不同格紋的圓點點 大家平常在我的IG或是我影片中 應該都可以看到我的圓點點使用範例 然後因為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看到格紋的 我就再補充一下不同的圓點點 這一款圓點點呢 看起來雖然說就是跟我之前買的 素色圓點點是一樣 但仔細看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不是正圓形的圓點點 它是有嗯就是很像手繪感的那種圓點點 它就是有一點徒手畫圓的那種 不規則的圓點點 然後它的顏色也都是 清清淡淡粉粉嫩嫩的顏色 接著來開箱這種透明的紙膠袋 就是塑膠材質的紙膠袋 這是我第一次買這種材質的紙膠袋 我之前都覺得說紙膠袋就是要拿來亂撕啊 就是亂撕那個感覺才美 但我最近被這些圖案騷到說 我忍不住也去買這種塑膠的紙膠袋 那我們就先來看科技的這一款 這種應該已經不算紙膠袋了 它就是一般的膠袋 然後是有圖案的 這種紙膠袋呢它也是自帶離型紙的 就是你不會像一般膠袋說後面是黏 它後面是離型紙的 它的厚度呢比我想像中還要薄 它是很軟的那種紙膠袋 它上面的圖案印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因為這些圖案讓我忍不住 入了這種透明紙膠袋的坑 這種紙膠袋呢它就是整張都是紙膠袋 所以它圖案的圖案是沒有軋型的 那如果你想一個一個圖案拿下來用呢 就是必須得靠自己用剪刀剪下一個一個的圖案來貼了 接著我們來看到造財財拳的這一款 這一款 這兩捲紙膠袋呢都是我因為圖案而賣的紙膠袋 所以圖案的部分呢一定超好看的吧 是不是很可愛 你看很可愛的雜蝦燉龍褲子 天啊好可愛喔 那我想要來把一個圖案剪下來 試試看說它會不會不太好試 我剪了一個like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它剪完之後 到底好不好試一下 其實它比我想像中還要好濕耶 我就隨便把它邊邊剝一剝之後 我就試下來了 然後它的黏度呢好強喔 就是一般塑膠貼紙的感覺 但它的材質是蠻薄的那種塑膠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的耶 天啊我覺得我會想要再多回購幾卷 天啊好看喔 那今天的三月份文具開箱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這次開箱的文具呢我自己都超級喜歡的 每一個都被燒到的感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還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掰掰